你好,我是税后收入研究员 因为我卖ChatGPT账号 微信被封了4天 现在呢,也不想卖账号了 然后我的批发商 就是给我注册账号的 给我出了一期最新的视频 注册教程吧 因为新的版本 所以呢,这期注册教程呢 解决最头痛的 最头痛的接码问题 换了一个新的接码平台 而且呢,比较便宜 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教程 第一步是更改时区 将时区改到美国 第二步是打开代理 最好和时区保持同步 第三步注册一个接码平台 准备接码 选择这个接码平台的原因是 支持支部保而支付 价格也相对便宜 我补充一下啊 这个网站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描述栏 然后它的首页是这个样子 点击这里支持简体中文 旁边呢,就可以注册 注册呢,我就不多说了 过程呢,很简单 用你的邮箱就可以注册 然后呢,在这里搜索OpenAI 就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注册一个接码是0.23美元 然后呢,在这里充值 充值的话,使用支付宝 大家注意啊 这里最低充值金额是3美金 我要说明一下啊 现在大部分的网络教程 那个平台 呃,接码呢 最低一次是1美金 而这里呢 3美金虽然贵点 但是接码目前是很稳定的 而且3美金 你可以给亲朋好友 注册13个账号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官方的说明 如果大家遇到什么 如果大家遇到 呃,什么问题 在这里呢 都可以找到答案 呃,然后看一下短信吧 我收不到短信该怎么办 请尝试更换运营商 或者购买其他电话号码 多次尝试 MS是很常见的 但是您为 人未收到任何短信 款项将立刻退换至您的账户 也就是 如果你 接不到码 它是不扣款的啊 所以说这点还是很放心的 呃,在这里的话 你用支付宝输入3美金充值就可以了 第四步 打开谷歌浏览器的营生模式 第五步 注册邮箱 可以使用 outlook的邮箱 这个邮箱 可以免 手机号注册 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当然也可以用自己的邮箱 KQ邮箱 都可以 知道的 我看着你 第五步注册OpenAI的账号 点击API 然后再点击注册 等待时间有点长 这里输入自己的邮箱 国内的邮箱是都支持的 QQ邮箱163,162 这些国内的邮箱 都是可以接收到验证码的 点击 然后这里输入自己的密码 然后就要通过邮箱验证 然后大家去邮箱 搞到你 它OpenAI给你发的这个邮件 验证一下 一下你的邮箱 就可以 然后大家这里点击返回 就可以看到它 你这个邮箱已经验证成功了 这里输入你的名字 然后选择美国 然后现在去接码平台 然后打开接码平台 购买电话号码 等待接收验证码 验证码的接收速度还是很快的 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接码平台 输入验证码 注册就成功了 登录的话 返回到咱们OpenAI这个手样 在这个ChatGPT这里 首页 往下拉 找到这里这个ChatGPT 点击 然后在这里Try ChatGPT 尝试登录 点进来以后呢 写示这个界面 在这里就可以登录了 如果大家懒得注册账号 可以在我这里买号 我卖的账号是永久的账号 注册的邮箱可以改密码 可以绑定你自己的手机号 ChatGPT的密码 你也可以通过邮箱改密码 等于我卖了一个永久的邮箱 和一个永久的ChatGPT账号 价格是25元 你也可以用你的邮箱现注册 费用的话是40元 而这两项的话 都管售后服务 直到大家登录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是注册过程中 有什么困难 可以留言 或者是加我的微信 直接问我 OK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